我 我以为谁在这儿呢 原来是小浪货 见手见脚的 别以为在府里 陪老爷喝了几顿酒 就能当主子了 你凭什么栽我的花呀 五姨娘 是我造此了 老爷不在 就别端着了 我不吃这一套 一个蓝香月的姑娘 在我这儿演什么贤良淑德呀 姨娘这话说得当真有趣 我本就是个姑娘 哪里需要什么贤良淑德 不比姨娘你呢 竟是一副 当家夫人的吉本 我是姨娘 你是姑娘 冯耀脸的居然讽刺起 我的出身了 你别以为得了宠 就能卖乖了 老爷今天给了你多少影子 他再喜欢你 有权的静门吗 是 我此生都是一个卖孝之人 以断了进门为妾的念头 还请姨娘高抬贵手 你 谁是妾呢 你在说谁呢你 我撕下你的嘴 你 你不舍 住手 你 我是凤之为你管得着 你叫我什么 你可得想好了再叫 叫错了再治你个大不敬 王妃 娇花配美人 本是一桩美式 却被你这么个姨娘 给毁了这雅致 还扫了这位小娘子的信 既然被我遇到了 那也就敢瞧扫了我的信 再说我们秋夫 也算是个体面人家 怎会养出你这等阿杂人物 若是被王公贵亲们见到了 岂不颜面扫地 你 你什么你 一个姨娘还想翻了天了 去 去把那边藤上的那朵月季 给我摘下来 我看跟这位小娘子 还挺配的 是王妃 小娘子别蹦着了 你是蓝香苑的姑娘 是 卖校尾生的地方 受来羞愧 哪里的话 我倒是觉得 当进这天下 作为一个女子 也就是在蓝香苑这种地方 还能活得有几分自在 好 姐姐 我给你一件如故 你叫什么名字啊 朱音 朱音 真好听 你呢 我叫凤之威 不如咱们结拜今晚吧 举着干什么 还不快给我姐姐戴上 对 好干 夫人 夫人 一华你怎么了 夫人 奴婢 奴婢被王妃打了 王妃 可莫不是说 是凤之威 夫人 去府上除了她 还有谁如此胆大妄为 如今只想自己要当王妃了 这尾巴都敲到天上去了 不会吧 不会吧 那日我和她母女说起此事 她似乎还很不情愿 不情愿 夫人 你就是太心善了 可莫被凤之威给蒙骗了 此等好事 何人会不情愿啊 她就是想欺瞒夫人 骗取您给她更多的好处罢了 夫人要是不信 可以为府中的仆役们 方才 她还背着王妃的拍头 把蓝香圈的姑娘欺负奴婢 果真如此放肆 夫人 夫人 您本意 是不想遇落小娘子 嫁入狼虎窝去 可如今凤之威要嫁过去了 她是个知恩图报之人吗 她要当上了王妃 岂不是祈祷夫人您投上去了 夫人您想想 像当年他们母子三人 是如何进府的 张兄 看在你我兄妹一场的份上 收留了我这无家可贵的妹妹吧 那我帮你掩饰我 我帮你帮我帮你帮你帮我帮她 我帮你帮她帮你帮我帮你帮她 打着那一对孽障 明英 说句不该说的话 无有聘者为妻 奔者为妾 如果我们收留了你 那岂不是 为丘府蒙羞了吗 你说呢 不过来 张兄 明英若是走投无陌 断不会回来自取秦乳 当初 是明英犹如门风 可质自无辜 为一般掌声垂离 老爷 姐姐 大姐面前 万不能心慈手软啊 我们走 娘 你说我们无处可去 这是咱唯一 一刻落脚之地 我们不能走 走 师妹 舅父 您行行好 收下我们吧 我们是叶剑城 赶黄地精 已经两天两夜 水米没打牙了 我娘又在路上 受了风寒 哪怕给我娘 找个大夫 我们小小病也喜欢救护 这个家里好可惜 那在马上也很厉害 是啊 就是 你真是真是 你真是真是 这孩子多有事啊 真是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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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快 我们今天 小孩都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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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好了啊 明依啊 进去吧 孩子多可怜啊 走吧啊 回家了 你差点过来 妹妹 走吧 走吧 走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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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方之威 的确不是一个 让人安生的主 他只要一招得势 就会翻脸不认人的 我说给你 没有 牧姨娘 您怎么在这儿 找丰浩去了吧 姑太太 生少爷最近不回家了 不回家了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姨娘 能有什么意思 要有也是夫人有 这不 夫人命我 给您和您的王妃娘娘 带句话 奉号少爷最近不回家了 自然有人看管 明白了吗 你们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欺负你 又怎么了 还明白地告诉凤之威 那个臭丫头 不要以为跳上枝头 就能野鸡变凤华 让他给我老老实实的 不然姑太太 就不要想再见到丰昊了 这么晚才回来 你是故意要让阿娘担心的吗 阿娘 我没有 好 那你告诉阿娘 你都去了哪里 都干了些什么 我 我就 随便走走 对了 对了 对了阿娘 封号呢 他不是也这么晚了 还没回来 他又去哪儿了 泡尔今天晚上恐怕是回不来了 啊 娘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听吴姨娘的意思 她应该是被夫人看管了去 看管 她这是又犯了什么错呀 阿娘 不会是因为我吧 因为我没有嫁进楚王府 他们就拿了我弟弟 想逼我就范 你又要干什么去 就找他们理论去 嫁不嫁给楚王 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凭什么看管我弟弟 还有没有王法了 闭嘴 不止信口胡亲 阿娘 我 我没有信口 胡亲吗 阿娘 这都是 什么时候了 还问这些有的没的 咱们赶紧去救封号吧 你舅舅 已经得知此事 责罢了他们 明天你弟弟就应该回来了 赵这么说的话 那舅父还算是个明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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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卫啊 跪下 阿娘 纸卫知错了 这衣裳 不 是阿娘的错 这衣裳 你还不应该一时犯糊涂 在大师大费面前 我竟然还在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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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了没有 阿娘 智薇知错了 你不要吓唬我 我以后再也不犯倦了 只要他们不伤害您跟凤浩 智薇愿 住口 你不会再听娘的话了吗 智薇听话 好 那你就跟着娘一起启示 我奉之威 我奉之威 以阿爷的在天之灵启示 以阿爷的在天之灵启示 此生此事 无论处于何种境地 也绝不嫁于宁义 此生此事 无论处于何种境地 也绝不会嫁给宁义 阿爷 若违此事也 我娘求没营 将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朝上 讲 阿娘 讲 若违被此事也 永世不得朝上 我 娘 娘 我娘求明寅 将魂飞魄散 永世 不得嘲认 来人 任何人不得靠近 为令者 斩 是 赤卫的阿爷是贺人 张兄你心里清楚得很 那丑王曾经干过何事 张兄你心里也清楚得很 是 我是清楚得很 怎么 那 莫非你想让全天下的人 都跟我一样清楚吗 难道你想告诉你一双儿女 他们是不被天圣所接受的吗 你就不顾他们的死活吗 不错 小妹是顾不得那许多了 我原本想着 我们母子三人 一辈子勾结头上 若是张兄执意要将植卫嫁给那丑王 那我只能把这一切恩怨都说出来 那植卫的阿姨 就是当年怀宝大成一哭 跳跃而亡的血腹肚只会是顾好 我让那个丑王 就是十八年前 逼死他阿爷的鬼子兽 你敢 我不敢 也不希望 所以 妹妹求张兄不要逼我 否则 方迟卫仇家之日 就是他受认杀父凶手之时 也是我求家满门抄战之时 张兄 妹妹求张兄 四妹 方迟卫一条生路 一方我们求家一条生路吧 还有 方迟卫二是我们顾家唯一的血脉 若是他有半点善事 我求命 也会拿成个秋价被藏 什么 凤昊又怎么了 夫人呐 莫斯律太多 为夫这样做也是权衡再三 那可是欺君之罪 我们邱家如何担得等起呀 老爷 老爷 若你只怕欺君之罪 那就更不能将咱家玉落架过去了 再说了 铁子已经递上去了 那是他凤之威的钢铁呀 梁子啊 你就信为夫一回好不好啊 我在朝堂上看得清清楚楚 楚王现在正得胜宠 玉落架过去哪有吃亏的道理嘛 我 老爷 夫人 这奴必来有何吩咐 夫人 老爷可是悠悠纳妾了 你不要猜猜你果落了 我已经差人 去给玉落办嫁妆了 玉落的嫁妆 老爷 我嫁到秋家实在有余 老爷的脾气其实如何不知晓 突然变卦 必定另有原因 你说 是不是秋明莹 娘子啊 这个事跟秋明莹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我问你 你都不说 你让我如何安心 把女儿送出门呢 变人卦 那意思是 奉之威当不了王妃啊 你给我闭嘴 陛下私婚 乃是我秋上其对嫡女 秋玉落 她奉之威算什么东西啊 而等再敢胡言乱语 我必先要了你的线上人头 你听懂了吗 是是是 奴婢听明白了 奴婢这就去准备 玉落小娘子的嫁妆 下去 是 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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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上 伍姨娘 我还到处寻不着你 你倒还自己找来了 是啊 你这就要当王妃了 我这做姨娘的 得好好伺候你啊 你这好好伺候我们姐弟 可当真消受不起 你若下次再敢打奉号的主意 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是是是 我一个小小的姨娘 怎敢在王妃头上动土呢 王妃这是要摘花吗 怎的 姨娘也是不允的吗 哪能啊 奴婢的意思是 这等粗臂勾当 怎能让王妃亲自动手 当然是姨娘来摘了 姨娘还当真是伶俐得很啊 王妃啊 怎么 我假装叫你王妃 你还真的答应 你怎么跟你娘一样无耻啊 我告诉你 想到处王妃 那得必须得是邱家嫡女才行 你知不知道 我既然不用假扮邱家嫡女 那我就还是那个光明正大的奉之威 自然就可以光明正大收拾你个小小银鸟 你试试看 你 奉之威 你干吗 奉之威 奉之威 你个丑丫头 你干吗 来人呢 来人呢 奉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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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等着 这个是大粤国送给老爷的新茶 是他们那边的特色 这个味道呢是有点奇怪 不过你们也肯定没有喝过 我就当是来给大家尝个鲜好了 如果你们不喜欢 转姐 干吗呢 有苍蝇 你没听见 有啊 这不知道哪儿来的玩意 在这儿嗡嗡嗡 烦死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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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苍蝇 在哪儿啊 来 去拿东西来扇扇 让你再吵 让你再吵 别动 飞了 在这儿 来来来来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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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你我 昊儿 我等屋里 阿娘 老爷回来了 快请老爷上座 陪我和妹妹一家 坐下喝喝茶 这一家人虽然都在一个府里 但也很少聚聚 说说话 好啊 芝威和昊儿 今年有十八岁了吧 是 一谎言啊 如今已是天圣十八年了 想着维兄和小妹是这般年纪的时候 却是大成十八年间 真是世事变迁 人生无常啊 却是大成十八年了 你今天何来如此感慨啊 与小妹来说 日子都是一样的过 如今 我也只剩下为人母的期盼 盼着芝威还有昊儿啊 能够早日成家立业 平平安安 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先是血浮屠 如今又闹出了大成遗孤 哀帝九子 哪一个 不是和你那个王夫 有着莫大的干系啊 如今陛下取消了婚约 你别忘了 夫人地上的更铁 那可是奉之威啊 仅凭一副更铁 陛下又怎会得知之威的身世 当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这眼看着就要清明了 之前姨娘做事莽撞 又粗心大意的 这么些年来清明祭奠仙人 居然把知威和奉号的阿依给拉下了 不知她姓甚明谁 继日又在何时 奴婢之前做事多有得罪 就让奴婢为奉家做些什么 好将功补过吧 吴依娘的心意 明莹心领了 只是当初 是明莹犹入门风 还请吴依娘不要再提及此事吧 持过境迁 再怎么说 她也是一双儿女的阿爷呀 李当要的 住口 这是我的意思 秋福上下 任何人不得过问此事 你要是再多罪 我就把你送去和刘管家作伴 是 你 咱们 sings 你 你 咱们 我 把你逼 东西 都 我们 这 我们 我们 应该和芝威浩儿相仿 夫人提醒得对啊 陈家乃是书香门第 那对龙凤胎啊 我必也是见过的 真真是长得一模一样啊 要不是一个穿着女装 一个穿着男装 我还真真分不清楚 你们说有趣不有趣啊 姨娘 您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 我说你俩 怎么一点也不像呢 有吗 挺像的呀 娄生九子还各有不同呢 这也是寻常事嘛 既是双生 怎么会有这么不像的呀 吴姨娘 你东拉西扯到底什么意思啊 今日你到底是来赔罪 还是来造谣声势的 上回你安排那刘管家 做出那起子阿渣勾当怎的呀 没如了你的意不甘心吗 如今又想往我阿娘身上 泼脏水吗 原来你竟是这个意思 吴姨娘 怎么 上回 你还没吃够我的拳头吗 玉华 你给我退下 老爷 让你退下 今日 我邱某只想一家人静静地品茶 你一个妾室 本不应该坐在这儿 老爷 奴婢伺候你这么多年 你居然为离取外人 羞辱奴婢 来呀 带下 是 老爷 姑太太早 早 您这是要出门啊 小的给您备车吧 不用了 昨天夜里没有睡好 老爷 我说你 老爷 你怎么看我 你怎么看我 老爷 一早去看棱中 可是病得厉害 吴姨娘早 早 看你这样子 昨天晚上是没睡踏实啊 怕是以后都睡不踏实了 这是怎么了 刚才姑太太也说 昨天晚上没睡踏实 这不 着急着去找狼中 开药去了 邱明英去找狼中 是啊 这么早 小的也正纳闷呢 她是往哪个方向去的 小的没洗看 吴姨娘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让小人给您备车吧 不用了 我也去找那个狼中 开起福安水药 这是什么狼中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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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么早啊 是出什么事了吗 来 五楼偏逢离业余 险下连长兄都开始怀疑 怕是皇帝 发现他收留了顾皇的遗孀 这才取消了赐婚 这便是启人忧天了 若皇帝当真发现了什么 他秋上级还能做都督 你还能来这里 我也是这么劝他的 可是昨天晚上有一件事情 更加让我心忧 那五楼鸟竟然开始怀疑 只为豪尔博失双生词 好在张勋听了这话 倒是不以为意 想他给一个姨娘即便起了姨 也翻不出什么浪来 这还真不好说 来来来 扶一把扶一把 活该 怎么说话呢 那可是一千两黄金呢 屁股 你说你知道人大成遗孤多的岁数 你就去诬陷人李寡妇 才八岁的儿子 你说 那大成遗孤到底多的岁数 我告诉你啊 想当初咱们陛下攻入皇宫 大成血浮图的总头 也就是抱着刚出生的哀弟九子 就现在说的大成遗孤 刚刚逃出皇宫 就被太子爷一箭射杀 坠牙而亡呢 等等等等 这位老哥 您刚才说什么 驯浮图的总头 抱着大成遗孤 被太子爷射杀了 是啊 就是因为这个功劳 大皇子才坐上太子宝座的呀 先是驯浮图 如今又闹出了大成遗孤 挨弟九子 哪一个不是和你那个王夫 有着莫大的干系啊 那都是他 这位老哥 您可知此人姓甚名谁 可有妻儿现在何处 这个名字我倒是记得 叫顾衡 至于亲人嘛 我若是知道了 我还在这儿查他呆着 我早去领他钱两黄金去喽 既然那个顾衡抱着大成遗孤 被太子爷射杀了 为何现如今还要有悬赏呢 这个说是什么假冒的大成遗孤 这哪儿知道啊 这可不是 是 我说 你哪儿来的夫人 你跟她瞎扯什么呀 别倒水了 没告诉我那大成遗孤 到底多大岁数呢 现如今是天生十八年 你说那大成遗孤 该多大岁数 可不是十八岁吗 太多了 太多了 不十八岁 都是十八岁 怪不得 一点都不像 好 怎么叫你一个人啊 阿娘呢 都这么晚了 没事就在府里呢 刚遇见我还跟我说话来着 说话 嗯 有什么话不能一起回家说呀 其实啊 也没说什么 我呢 不过就是告诉阿娘 武姨娘在傍晚的时候 又来找我赔罪来了 讨好呢呗 对了 还说要为你我姐姐俩 置办这个生辰酒 反正就是啰里巴索 问了一下 咱俩的生辰八字 咱俩的生辰八字 嗯 邱夫人跟武姨娘 都知道咱俩的生辰八字啊 那不是 还把我的更铁 灯过邱玉露的地铁皇家了吗 你说什么 怎么扯到皇家了 没什么 那阿娘又去哪里了 不知道 阿娘也没说 好像是冲着 武姨娘的崔芳斋去了 老爷 奴婢伺候你这么多年 你居然在外人面前羞辱奴婢 说我不是邱家人 我就真不是邱家人了 无做咱俩 你把子多的人拿下来 当这是冲因走了也 没想到 你竟然是一个 心思如此真理之人 求冲因 你想干什么 不是我想干什么 是你想干什么 你以为掌兄不知道我们的身份 你什么做 会害了九福上下所有的人 老爷 还是只知道 你是血浮屠指挥师 顾衡的遗孀罢了 那凤之威和凤浩 他们其中一个 究竟是什么身份 怕是老爷就不知道了吧 殿下 今夜昭臣前来 可是还有其他的事情 要吩咐的吧 你们都下去 是 顾清 邱尚齐 邱都督家 住着她的妹妹和一双儿女 那她们的身份 想必顾清也是知道的 对吧 江碧 邱尼 不许杀我阿娘 不许杀我阿娘 阿娘 死了 阿娘她死了 我 娘 张姐 这大半夜的 咱们去哪儿啊 让你收拾你就赶紧收拾 把你那些值钱的东西 都带上 我哪儿有什么值钱的 没有最好收拾系软 赶紧走 阿娘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们俩怎么又瞒着我 好 听阿娘的话 赶紧把东西收拾好 一会儿路上 阿娘再慢慢跟你说 好不好 快去 如今 这血浮图一案 牵扯出了大成遗孤 而大成遗孤 牵扯到了孤的太子之位 我不管是谁 在背后捣的这个鬼 他都成功地引起了 父皇对我的怀疑 哪怕我交出了 十三具血浮图的尸首 我父皇都不肯善罢甘休 仍然派宁毅去继续调查此事 主任 巫卿 十八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今这世上 只有三人知晓 我 你 还有一个就是宁毅 若宁毅皆调查此事 翻出旧事那顾卿 你我犯的就是欺君的死罪 臣明白 扮平殿下 做主 是 顾卿 快快请进 谢殿下 我也明白 那是你已故兄长的妻儿 但是没办法 人不畏己 天主地灭 不是吗 人不畏己 天主地灭 人不畏己 天主地灭 人不畏己 天主地灭 你怎么会这样 将军 他们一家三口就住诈 你们几个区的医院 别让他们我不跑了 是 是 开门 开门 安妍 关闭了 开门 不会这么快 开门 快走 我 快 我一同邱都都商量妥当 现在就在邱府拿人 这事 我 这事 我 你 这事 跟他一辆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这堂也是顺理成章的 当年顾清为了大义 投了我天圣 而你的兄长执迷不悟 誓死效忠大成 最终丢了性命 邱明英一个辅导人家 她能懂得什么叫做大义 执念着弟弟杀死了兄长 一心想要报仇 邱都督呢 不明真相 念及骨肉亲情 收留了他们母子三人多年 而时至今日 邱明英见一对子女已经成年 便再无顾忌了 她为了杀你 替她丈夫报仇 捏造出了大义一顾 尚在人间的谣言 以此召集血腹土旧部 替她卖命 什么大义复国 什么大义复 统统都是谣言 假的 这桩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 引得我父皇圣怒 甚至牵连到太子的血腹土一案 不过是这个女人的 一己私欲罢了 可怜 也可恶的女人 也可恶的女人 顾卿 这血腹土一案 顾勘破得如何呀 恭喜殿下 终于了结了这血腹土案 不好了 出大事了 邱尚齐说 风之威他活不过今晚 什么 我走走 慢点 小心点 小心点 阿娘 阿娘 咱们 咱们到底偷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这阿娘都说不知道 那咱们怕什么 不知道 你去哪儿啊 我就问那些官兵到底怎么回事啊 小点 好歹咱们的亲舅父 那是当朝的一品大员 咱们怕什么呀 只怕 只怕你舅父他早已知道 也不许了 舅父他怎么会知道 他怎么会知道是我们杀了吴依娘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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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杀吴依娘 吴依娘要死啊 无论如何 我们先离开舅父 再从长计议 走 走 你 你们正忙我一人吧 我这儿难就能 走 走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谁害你们来的 你就是球鸣鹰 不是 好一个刁断的小娘子 来呀 给我全部拿下 你们要拿的人是我 不要为那两个孩子 你们要拿的人是我 跟我阿娘没有关系 是为 我有道士搬着为我的亲阿娘 我的亲亲 姐 是我杀了吴依娘 你们拿了我交差便是 拿你自然 给我上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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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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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放下 把刀放下 把刀放下 什么人 这 这又是谁啊 真的要死了吗 我说肯定会归了 快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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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抓住我 别动 放手 走 别动 走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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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开 走开 别去 走开 别去不知为 白宝 你乖孩子就叫我阿娘跟我弟弟 对不起 你什么对不起的 你是主皇殿下 整个殿下都是你们的 没关系跟他们收拾我杀了我一条 跟他们没有关系 你会想我阿娘 你不要太过分了 我哪里有过分了 但是王爷有什么事他办不到的 这个没用的王爷 你受伤了 这儿危险快走 快走 快走 走 走 朱英姐姐 怎么如此不小心 都说了不让你自己过来 偏事不听 没什么事 没什么大事 上哪儿了 你拉的这只手 走 行了火热我就放心了 别太多数了跟我走快 封处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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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受伤了 你犯险前来救我 我还怪你 你若是真要有了闪失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都说了无碍嘛 你那么愧疚 要不就卖到我的王府 一辈子伺候我本王爷 要伺候本王 你就那么生气啊 不是 我就是特别 都是我的错 你们说得都对 都怪我 都怪我以前 整天信口胡情 再跟吴姨娘结了约 又竟然害我阿娘跟我弟弟 还连累到你受伤 你哭起来啊 对不起 我 你哭起来 不好看 你娘和弟弟 我儿子会帮你救的 当真吗 当然当真 你不是说了吗 这天气都是我们家的 再加我是你的贵人啊 你忘了 你还是别当我的贵人了 那当什么 你还是当个祸害好 祸害一千年嘛 不不然我每次见到你 都是一副受伤吐鞋的木鞋 我当贵人了 当祸害一千年 老妖怪吧 好冷 冷 谢谢你的衣服 我阿娘 晤长 你